11月26号历时三年打造的阿里童话绘本第三部《阿里尾巴》在京举行首发室 本书作者徐翰有着阿里爸爸之称 作为知名动漫形象人阿里的原创作者 当天更是来到首发现场为粉丝热情牵手 阿里尾巴是徐翰纯手工绘制的梦幻童话绘本 它延续了一贯的疗伤之欲 温暖人心的风格 通过尾巴 花儿 石子演唱会等治愈系的故事 表达了物质的丰富 弥补不了精神的匮乏 只有爱才是最终的归宿 我们什么都要相信童话的存在 据了解动漫形象阿里即将被拍摄成动画电影与观众见面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发行公司来接触 然后我们也开始来要马上就搭建我们自己的剧本了 我们要请一些编剧 然后来组班子 然后争取在明年年终的时候能把剧本写出来 时间也以后比较长 要一到两年的时间电影才能弄完 像三十多岁人 像我这样的话不会不太会去看喜洋洋的 但是阿里的话那十二岁一直到二十二岁到三十岁都会都喜欢 那你这个故事怎么讲就是比较难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前天是孩子也能看 那就比较难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